一个资料库 也就是资料库里面呢 我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存放这些这个资料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新增过去早上讲到查询 那下午的话呢 我们会再讲有关 怎么样新增资料到资料库去基本上 流程前面流程差不多只有最后是一个违法 不太一样 OK那首先的话 再来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逻辑大概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说我怎么样建立一个表单 那建立表单流程大概这样 第一个先到visual basic这个地方 第二个的话 在这个专案上方按右键 一样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就制定表单插入之后的话呢 会有个空白的表单 那各位先把这个表单拉一下 大小的话呢大概四度就可以了 那里面需要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 其实这个工具箱里面可以决定我们要放的东西嘛 再来就是说呢 检视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属性视窗 那属性视窗主要的用途就怎么样了 决定 每一个 这个画面上这个这个元件的所有的外观属性 外观 比如说呢我今天希望把这上面 我把这个完成给大家 比如说第1个我先从外面做 比如说第1个呢我要把这个上面名称改变的话 那基本上 这个比如说房贷计算好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点一下 空白处之后的话 再看一下这边有个叫 Caption 这边有个Caption属性 就把这个Caption属性的话 做修改 那上面的名称就会被变更了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其他这边还有所谓的 这个画面基本上各位可以看讲义的 讲义上面好像有一个完成的画面 类似像这样 那完成画面就照这个来做 那基本上 这边有几个地方 会比较特殊说 这个是一个叫什么 一个label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label 标签 标签部分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呢 就这个A 你就拖拉 然后呢就可以产生一个label 那label主要的用途就是标签 它只能够show 但是不能填资料 另外这边有三个什么 三个有一个叫三个可以填的资料 就是叫做testbox 所以这三个是testbox 然后旁边的话再加label label部分的话就是有 万元百分比等等的这五个 然后再来就是有三个button 那个button的话是comment button 那做法上面的话 比较快的做法是 第一个你先把这个先把它托放之后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在这边 把它拖拉出一个 这个label 那label上面要改名称的话也是caption 所以把这个地方改一个名称 然后分别往下再拖拉 就可以完成这个 这一排 不过我教过一个 技巧就是说 如果你做完一个label之后 才把它拉 才把它拉一下位置 那因为如果你下一次要再拉 一样的位置 基本上很麻烦 很困难 有时候会歪来歪去歪来去 所以有个小小诀窍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小诀窍 就是说 我习惯这样 就做一个 按ctrl键 加上 ctrl 再按 往下 那你就是 滑鼠 往那个垂直方向拉 他就复制出一个来 而且复制出一个是 会一模一样大小 然后 按住不要放 这样 这样比较快 而且位置 你只要 手不要抖得太厉害 那个应该都会比较 就会 算还蛮精确的 再来的话就是说 这个也是一样 这边旁边 你可以先拖拉出一个 好一样按ctrl键 然后 就是垂直方向 移一下 然后底下的话 再两个label 一样方向 那你就拖拉出一个之后 再往垂直方向 按ctrl键就复制了 然后再 三个button 三个button的话呢 如果你要长得 一模一样的话 也是一样先做一个 一模一样大小 而且 只要垂直方向 这样表单比较漂亮 接下来就怎么样呢 逐一的去改什么 他的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caption caption上面就照我们那个 我们讲义上面的名称 然后把这边改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还需要改哪些呢 我有用红色的字 红色的字就是上面的name 他的名称 因为到时候呢 画面上面我会需要撰写程式 那我撰写程式的时候 我要知道说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上面的元件名称叫什么名字 如果你的名字 取得不一样 将来打的程式 也会跟我不一样 所以记得就是这上面 第一个叫mypv 这个名称怎么改 点这边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要更改名称的话呢 就是直接 点他之后 再到这边有个name name部分的话呢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mypv 也就是说这个名称如果我在上面有 有给那个name的部分的话呢 那你就尽量照这个名称来 改 否则的话 撰写程式 会 程式码会跟我不一样 改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这个地方 mypv 然后myran myyear 这个的话是mypay 这个是 Rentpay 这名称的话 我想在讲义上面都有 旁边这边还有一排 也是一样 复制贴 也是一样 按ctrl键往下 然后把这边做出来 这个